你接照片還不夠 還有一張照片 除了邱泰山之外 還有段儀康 所以你看今天早上 陳其邁開了一個記者會 因為有人說 陳其邁在飛機上耍官威 他們特別開記者會 來給他平反一下 我想真的是要問一下 段儀康你每天開直播 不斷的質疑侯友 與他妻子家的土地 你是不是對於一個通緝犯 跟他一起飲酒桌的 是不是要來解釋一下 還有趙天麟你可以開記者會 來說陳其邁不耍官威 你可不可以幫高雄市政府 證明一下為什麼 已經是要執行被通緝的人 還可以跟你在一起 你們一定是好朋友 這些不就是市民 最想知道的事情 是否也能夠開個直播 來讓我們瞭解一下 而不要每次都只針對侯友營 或是韓國瑜 我必須要說 趙家寶他絕對是花貓的愛家 還有包括慶富案 陳其邁的兒子陳偉智 大家不要忘記 他已經潛逃出境了 為什麼這些都是 發生在高雄 你不免讓人家覺得 還包括了陳水扁 保外就醫中間都不甩的 這也是在高雄落戶的 為什麼都在高雄 難道花媽的權力已經大到 連她長期培養的事務官 都對政務官 都對她忠誠到如此嗎 你看以趙焦寶來說的話 花媽在當社會局長的時候 她是她的機要 花媽當去當勞動部的時候 她是勞保局總經理的機要 花媽回到市政府的時候 然後她是她市政府辦公室的機要 你就知道關係多麼密切的 花媽對人這麼好 她怎麼可能不知道 她的愛將在2009年 拿了人家180萬 然後被通緝完之後 她這個所謂判決的結果 她怎麼可能不知道 她一定會是知道 所以你今天來告訴我 蔡清祥 我現在才叫做離譜 她竟然可以掰出一個理由 這些人可能都不知道 她是通緝犯 這些人都是跟她在家裡的朋友 跟她飲酒作作的朋友 怎麼可能會不知道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前後任的法務部長 真的不知道是我們的法於何處 我們接下來看看陳清南好了 我們韓國瑜在交叉截變的時候 不是問她嗎 慶父案 慶父案的時候 你會發現 陳清白只要被問到貪污的問題 叫做結結巴巴 然後馬上把她轉到什麼 雙語教育的問題 你如果是坦蕩蕩的話 你剛好可以利用這個機會 好好來做一個說明 可是她選擇來做迴避 而且你看我們那一位端仁兄 就是王端仁 她當初又不是因為 慶父案的錄音檔 被流落出去的話 其實有多好 這樣的一個黑幕我們都不知道 而且她最後被判刑 沒有罪的時候 竟然理由是因為新達港 是BOT 沒有完成 所以她沒有圖利的嫌疑 她是因為這樣被判無罪 然後花媽竟然說 這可以證明她的清白 你因為新達港沒有發包成功 然後被判無罪 你覺得這有辦法大輸特輸嗎 所以我覺得任何事情 只要到了民進黨手裡 特別是到高雄市政府的手裡裡面 你會發現 檢調還有包括警察 都完全不當一回事 都睡著了嗎 她在這個被通緝四年 每天在這個所謂的臉書上面 暴露她的行蹤 跟大家炫她有多麼快樂 大家都知道 就只有你檢調不知道嗎 你的警察不知道嗎 你不覺得打了他們一個大耳光嗎 然後在選舉的時候 被問到這些事情的時候 你卻不用具體來回應 卻是每天開臉書 講一些別人家太太家的土地 別人家你們家的組織 並沒有耍官威 你這些事情整個比率原則 不是很離譜嗎 所以我個人認為 既然爆出這麼樣的事件 你如果要證明 你們家是清清白白 請把趙家寶這件事情 好好把它講清楚 否則的話 你沒有辦法取信於大家的 我要這個 覺得洪池庸委員 這個真的是非常神奇 這個到目前為止 包括像萬安委員這樣子 洪池庸委員這樣子 也已經做了快三年了 可是他的表現像做了三天而已 我覺得非常訝異 就是說我們平常每個會期 他至少也省過了三年的預算 他居然會不知道 我們在中央所有在地方 補助的這種建設經費 基本上中央再怎麼補助 都是有一定的比例的 沒有什麼就是說 你怎麼會覺得說是中央補助 你不知道地方 要有所謂的地方配合款 你不知道有這個項目 這麼重大的前瞻計畫 你告訴大家說 你忽略掉 你不知道有地方配合款 你不知道台中市政府 自己要出錢 我不知道你這三年 你這立委是在做什麼 我坦白講 是不是有人跟你 在台中市政府的 其他的官員跟你轉述 然後你再轉述出去 實際上你完全不懂台中市政 你做了這麼久 我覺得你可能要檢討檢討 或者是找你熟悉的 台中市政府前官員 自己出來講 可能會講得更清楚 剛剛我們從這張圖裡面 其實看得很清楚 台中市所謂的三手線 其實我都不叫它三手線 它就是所謂的一個外環線 這個外環線的概念 其實從胡志強市長的時候 就開始有了 就是所謂的上環線跟下環線 林佳龍是怎麼樣 他是借了三手線的概念 把這個政策延續 實際上他是不分藍綠 都在進行的一個政策 可是當時的時空環境有別 當初推行的胡志強市長 他的推行的那個時空環境是什麼 各位要知道 當時在胡志強市長的治理之下 台中市是全國所有縣市裡面 財政最好 盈餘最多的一個縣市 換言之台中市政府 是有錢去付這個所謂的地方 自籌款的 問題是現在的林佳龍 在三年的治理之下 變成什麼樣子 他變成舉債第一 負債連連 所以新任市長 比如說盧先生市長上任 第一個就是說 我的財政要怎麼調配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表 不僅是這個地方的自籌款 我們講說略多於中央補助的經費 就是多的 你看這個地方的是403億 中央的是391億 各位注意一下 所謂的這個自償性經費是什麼 就是你開通了之後 你可能會有盈餘 你可能會有周邊的產業的這種回收 那不好意思 大家如果記得在2016年的年底 當時的交通部長 還是賀成蛋的時候 他就直接打槍台中說怎麼樣 這個三首線實際上是什麼 經費很高 結果人次可能不會多 所以根本不會有自償的問題 他就打槍台中 還被蔡英文下令說什麼 叫你閉嘴 不然你可能沒關坐 所以為了這個政治上面的承諾 不行去影響專業 甚至去推翻專業 實際上這個東西在未來 在長期來講 是不是會造成自償性財政的負擔 也是台中政府要扛 所以你把自償性的經費 加上台中市政府的經費 加上去大概有百分之多少 有高達百分之五十八的經費 是台中自己要付的 結果我們的洪池庸立委講什麼 不好意思 這個都是中央出的 那我要簡單拜託一下 根本就是睜眼說瞎話 所以第一個洪池庸立委 你要不要根據你講錯話道歉 你講錯話不是第一次了 之前我們才知道那個新聞 之前他講那個PM2.5 說台中是台中火力發電廠 PM2.5確實很嚴重 可是他說高達百分之三十四 結果被人家踢爆是什麼 他把PM10還有其他的什麼大氣污染 統統都算是PM2.5 分母不同 全部總加 很嚴重沒錯 但是只占百分之十幾 所以人家就說 你要去找你的小學數學老師 你數學不好 上次就已經有人說你數學不好 你這次又算錯 所以我覺得你可能真的要找一個 好好的數學家教幫你惡補 不然你做立委幫我們審運算 我們是非常擔心的 所以我們來講 我們肯定盧洛池市長 他是用一個非常務實的態度 為什麼 因為我們還有捷運藍線跟捷運綠線 延伸彰化這些建設我們要去做 所以在財政是負債的情況之下 你本來就要去講優先順序 而且要向中央去爭取經費 我們很高興 今天中央如果蔡英文能夠承諾 不住一千億下來 讓這個東西可以做 我們當然就是樂觀其成 你說台中的403億 還有這個市場的部分 通通中央會處理嗎 沒錯 就是要請中央要承諾 因為什麼 因為中央說話不算話 又不是第一次 大家還記得新竹的前瞻計畫 都已經合定了 結果現在什麼 說話不算話 台三線被取消 那你今天是不是為了 當初你是要懲罰 報復性的懲罰新竹的選民 你今天會不會因為台中 沒有投你這個林佳龍 沒有投你民進黨 你就報復性的懲罰 我們台中的市民 因為要懲罰他們 有獨立判斷的精神 就把這個經費收回去 我們不知道 所以我當然需要你 中央的一個承諾跟保證 為什麼 因為我們都希望 全台中市民受益 那我們也覺得說 盧學院市長 這樣子一個務實的態度 是非常值得承諭的 他也能夠 確實能夠讓中央能夠坐下來 願意在經費上面 跟地方來好好談 不然的話我們講真的 中央這樣的態度 我們很難信賴 盧學院其實出乎大家的想像 政治任務除了要有魅力 要有charisma之外 他還要有謀略 盧學院他居然做到了 大家對他的印象以外的事情 就是我先告訴你 大家先回去看 盧學院所提到 山首縣的時候 他的用詞 非常精確的兩個字叫暫緩 他不是說我反對山首縣 或是我當台中市市長 我要停止這個計劃案 沒有 他說暫緩 因為有優先順序 所以這個計劃可能要暫緩 之後再來處理 暫緩不是不做 我們說我們今年暑假的出遊暫緩 可能到了明年寒假 結果突然來了一個假 來了一筆獎金 那就去吧 所以既然總統要給我 超爽法夾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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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叫超級法夾彎 叫超爽法夾彎 謝謝你 來 剛剛造型也珍清了 謝謝 請你連1000億的 全額補助都給我 如果你這麼重視台灣人的話 這麼重視台中人的話 所以盧學院他基本上 他的這個其實是含謀略在內的 如果今天因為大家要記得 在選舉最後一個禮拜的時候 當蔡英文總統 這個是有資料的 我之後再交給大家看 我現在來不及找那個圖了 蔡英文總統去幫彰化現場 衛名鼓站台的時候 他是公開講 如果讓國民黨回來的話 我們彰化這個高架的鐵路 或什麼相關的這些建設 就沒有了 他有這樣講 當然沒有講得很清楚 當然大家會講說 你是在威脅 如果是民進黨的執政 就有延續中央補助 如果不是 是不是 黃烏林就跑去告了 這個事情是黃烏林都已經去告了 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台中三頭線如果他要硬做 到時候盧秀燕的市政上面 他的預算 如果沒有辦法支付的話 對不起 我可能這個東西先暫緩 除非你給我足夠的錢 好 總統現在加碼 超爽法夾彎 所以這個是盧秀燕的 為台中爭取預算的 其中一種方法 他並沒有直接把它排除 等一下趙建克能再補充 另外剛剛有提到就是 你們兩個好像都覺得 這筆預算已經爭取到了 他現在記錄拿一下 你在反悔嗎 你現在總統都出來表態了 一個總統上 相信你先講好了 因為我補充一下 三手線不是一個計劃的經費 它是很多計劃的經費的總和 所以我們看 現在在做的是什麼 就是我們看下面這個微效線 就下環線現在是已經在做了 經費在前瞻裡面也有 可是其實林佳龍他用了一個trick 他用了一個 就是說糊弄選民的方法 他讓大家以為 整個三手線前瞻已經下來 其實這個上環線 是一個獨立的計劃 他現在到什麼程度 他根本經費都還沒有核准 他現在還在選路線 根本沒有錢 我們來看前瞻基礎建設計劃 第32頁這個地方 大家看一個字一個字的念 他上面寫什麼 就是說第一項第三款第五條 台中鐵路三海線計劃第一階段 大甲到追風 大慶到烏日 大家看這個地方都是在台中的南邊 根本沒有北邊的上環線 上環線在哪裡 它叫做第二階段彩虹線系統形式 選擇評估 什麼意思呢 就是根本還沒做 我只有一個選擇評估計劃 這個經費只有多少 只有幾百萬而已 你要蓋這個是幾百億的事情 為什麼只有幾百萬呢 因為我根本沒有實際的計劃 所以這份經費 如果沒有中央的承諾 他根本就蓋不起來 就是為什麼盧秀燕市長 非常需要中央的承諾 因為你沒有承諾 這根本就是一個空投支票 這是林佳龍開的一個假的空投支票 需要中央實際的承諾來兌現 不然我們就只有微笑線 沒有上環線 三手線根本是假的 是一個一半的禿頭 所以蔡英文總統知道 他承諾的是上面的彩虹線嗎 他應該不知道 但是他現在已經開口說要給預算 要給到足 那他就給到足 至少在2020年之前他還是總統 所以今天盧秀燕的做法就是 有謀略 進可攻 退可守 也不會因為這樣市政被拖垮 所以盧秀燕部分 他的確相當聰明 我跟趙慶都是台中仁 那台中仁他在這一局當中 我上禮拜就坐在趙慶的位置 我說如果變成政治議題 讓洪慈雄去猛打盧秀燕的話 可能現區的市民會對盧秀燕 會留下一個反感 下次在選舉的時候 就會是個隱憂 沒想到才兩天而已 蔡英文跳出來了 那就safe 超爽法轄彎 韓國瑜他過去在高雄 這一路的經營當中 已經得到一個非常實質 封縮的一個成果 我們必須要去說 韓國瑜你看看 他最 當然大家比較需要看到 就是20到29歲這一個族群 20到29歲就自從上次的太陽花 旋運完之後 都是大家被關注的 因為年輕人開始投入了 對於選戰上面一些的看法 所以對於他們的一個意向的取向 都是我們非常關注的 20到29歲我個人認為 是因為跟館長彼此之間的一個直播 有700萬人次來做這樣一個互動 討論當中 帶動了非常多年輕人 願意進去裡面看 基本上面民進黨不斷的用網軍的方式 你看只要是民調比較高 他就要告訴你應該要來徹查 然後可能不久之後 馬上告訴你這是一個假民調 不過我們要說這是一個 將當被大家相信的一個機關 所做出來了 不是你以前所講的成大 什麼這1%什麼什麼這都不是 所以這樣的一個民調當中 我們就要好好來分析 它到底為什麼裡面的成分是如何 純如我剛剛所說的20到29歲 絕對是因為這一波帶動了一個空戰 讓年輕人願意進入這個 網路世代當中去探討 到底韓國瑜裡面到底講的是什麼 包括他的洗頭 包括跟館長的對談 裡面不是只有像他們所說的 像是眾議藝人一樣 他裡面談到非常多的議題 特別是對於年輕人 北漂 還有對於他的低薪問題 公宅的問題 其實韓國瑜在裡面 都有很清楚的一個陳述 我們必須要說 很多年輕人是會帶風向的 這個風向過去 國民黨吃了非常多的虧 所以我們也是不斷的去學習 這次韓國瑜 當然也不是一個國民黨的關係 而且他個人非常大的一個特質 我必須要說韓國瑜 除了沒有頭髮之外 他也沒有人 也沒有錢 所以你要告訴他說 他會組織所謂的網路義勇軍 是完全沒有辦法成立的 你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出來 20到29歲是我們預估當中 應該還有機會再提升的 當時30到39歲 為什麼會認為韓國瑜是他們 應該好的一個選擇 因為這個就是他養家活口的時候 高雄長期以來 就是在整個經濟上面 就是完全不正 加上兩岸關係不好的時候 就是陸客也不來 六合夜市沒有人 光光取向也都沒有 所以這個時候 30到39歲最需要賺錢 穩固家庭的時候 他們很希望透過韓國瑜 帶給高雄一些新的一些期望 所以我覺得這個20到39歲 反而是這一塊當中 最需要被突顯出來的 過去我們來看看韓國瑜的時候 人家還是要說 他20到29歲的年輕人票 跟婦女票 目前為止都有待努力的 可是你看 最新的一個民調顯示出 他在這塊的著力是非常的多 我還是要提醒 梅花越能越開花 網路的這些網軍 你越打壓 它反彈就越大 只要一看到這樣的部分裡面 你會發現民進黨的十大立委 還有八大律師 馬上一次排開來告訴你 這些網軍如果做了哪些事 哪些事情他們提告 我還是不要說 這種總統級的層次 你從這個民調看出來 你越打壓越沒有辦法 還是尊重這樣的民調 陳其邁應該思考一下 到底他的選戰策略 出了什麼樣的問題 韓國瑜上次直播洗頭 同時線上5000人看 5000人看是一個 這個非常非常可怕的數字 真的非常可怕 我已經覺得實在是太為觀止 就第二天他直播吃滷肉飯 1.2萬人看 這個是非常可怕的數字 民進黨就開始講 這1.2萬人一定都不是高雄人 搞不好有對岸的帳號什麼的 好 我們來看民調 還是有裝葉克模的 也是裝葉克模的死人 就開始我見不得別人好 一定都假的 可是我們看民調 民調最準 哪一個族群是 網路的重度使用者 20到29歲的 20到29歲 10月份的民調 韓國瑜已經57%了 曾經賣台19% 已經三倍多了 民調大家說要看趨勢 好 我們看9月份的時候 20到29歲 韓國瑜的民調 7月份只有22% 現在10月已經57 等於是三倍之多了 他已經一直往上 所以他們當然會非常緊張 不然他們怎麼可能會去針對 去跟網友對幹 坦白講民進黨 以前我們國民黨在網路上 是超超超超級弱勢 真的 都是民進黨在霸凌我們 我以前在新北市服務的時候 我們主席 朱立倫 我們市長當國民黨主席 民進黨網軍 每天都在霸凌我們市長 都一堆腳消息出來 颱風來了 就說什麼朱立倫颱風 還跑到對岸去什麼去招傷 明明市長就坐鎮應變中心 還做直播 但是他就說 朱立倫什麼颱風都不在 這睜眼說瞎話 我們今天有沒有去告網友 說網友你怎麼亂講話 假新聞 我們有沒有去塑造一個 講新聞這三個字 去說民黨霸凌 我們也沒有 說我們有一個政治人物 一個市長的高度 你要批評我們 沒關係 我回應 我澄清 但是我不會去針對這些 守無伏擊之業的市民 用國家機器 在立法院的殿堂 要求法務部長去處理他們 去處理爆料公社 這真的是一個非常誇張的事情 今天爆料公社 286萬的網友 他們其實最後講得很清楚 他說我們這個也不代表 最後真正投票結果 我們這只是一個網路的聲量 他總共有11萬個人投票 高雄有32%支持韓國瑜 7%支持陳其邁 這也代表了部分網友的心聲 你要信不要信 隨便你 可是你不應該用這種扣帽子 說別人是網軍 說人家是韓國瑜養的 什麼這樣的一個 去攻擊網友 我覺得這是非常不恰當 如果施鳳是丹教的真名天主 這親生的小孩就對了 本來高雄是要交給他 交給他結果 他在初選丹吉邁 抬到火燒燒 最後含分離帖 含分離帖 現在當然到底是公報書書 他說要出來做算 我說今天你如果讓他出來做算 這是請貴來伊賓 10個要40二 這種的一順方式標準叫做三百個現彙 因為有可能不知道網路現在什麼 包括爆料公社 報廢公社 找一個現在 不怪觀眾會搶著 如果你們還要這樣算下去 不怪高雄人會把丹吉邁翻轉 不怪我說六趴 我說六趴還有人要給我搞 叫我要幹什麼 你不知道我的六趴很準 坦白說 大家都在這裡很清楚 我不敢說用民調去做 其實民調以外 比現在在網路八十六 比十四 我是給他補給補修 就是說網路這裡真的可以歡迎出來 譬如說他公報是高雄的 七趴比三十二 這樣就定義是將近四點五比他 四點五比他真的可以回鄉回去投票 在網路包括北部的人伺候 他也說他是高雄人 你知道嗎 他是高雄人 有的是看他IP的位置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網路我給補修鼓勵 再來 我這幾個月去高雄 你可能要叫我去 我每個禮拜就落他 下去之後去看到韓國瑜的現象 很多人誤伴 而且很多來行人說 韓國瑜在旧高雄七五票 在高雄關沒有票 我說你們都不對 高雄關 完的高雄關 小漢盡是怎麼農會的 剛才不會騎出來說 這次我要停韓國瑜 因為過去韓國在北農這段中間在賣菜 坦白說是照顧很多南部這些歌農跟菜農 高雄關 完的這些歌農跟菜農 你知道嗎 我們收盤起來的東西就是 拚那個快速的 趕快富購台北 可以就第一段進去打賣菜 大家農民 不要看五百一塊 五百一塊對農民一年後的收益 多多少 所以這次不知道說 七龍八龍 委員去農都七千元 鄉鄉韓國瑜要來選歌農市長 這是這些農民 睡十千元就想不到 說過期間我們好朋友 鄉鄉會怎麼招來我們歌農 來選這個市長 所以你看他去到每一個爭頭 每一個角落到這些農民 大家拚都感情到這裡 一呼百應 在這樣的情形下 我怕說他在高雄關目標 這是完全不對的 尤其像我那天去大車 那個阿祝生立 他在生立的時候 我告訴你 王議長也去 很多人去 不好意思 沒有聲音 韓國瑜一個來 黑黑劇 我就告訴我看這些好選人的選風 除了新富翁當機 在台北是那個選風 選民看到他 只剩下手的動作就好了 再來阿扁的 阿扁的在證中 再來馬英九 馬英九是那個男孩子 看到了馬英九會笑 見到了馬英九會叫 他握到了馬英九會跳 那個時候你看 歷史上就看他們這三個政治人物 那種的在 區域的地方在台北 在全省阿扁的馬英九 再來就是這次的韓國瑜 有這個現象 那個笑不是年輕人在笑 你們說我來幫助 韓國瑜在年輕人的一面倒 不是這樣 他和老人就比較討厭 因為老人很辛苦 我們昨天的政客是都老籠 平均七十歲在政策 你知道這段老籠看到 韓國瑜過去幫我們幫忙 那個感情的地方 人家說吃人一口 會行人一道 所以這樣起來 我比較有這個六趴 最主要是怎樣 不是這些現象而已 最主要是高雄的 都盤的做頭的消息 上禮拜五 今天拜三 上禮拜五是開 丹基麥牛韓國瑜五萬 拜六是開 丹基麥牛韓國瑜三萬 拜二到十五就對了 十五是開 兩個PK 但是PK是有人 帶丹基麥 帶韓國瑜的比較少 所以這是每日在開盤 我跟你說 今天我就還沒再問 我好像三個會問一遍 你們現在開什麼盤 這所有的開盤是怎樣 你開 我要跟你盤你要收 所以說有收比較有太盤 這樣總合起來 我坦白說 國家基各所做的民調 有的很準 有的不準 過去這十幾年來 但是 都盤開出來的民調 通常都是接近最準的那組 所以為什麼韓國瑜今天有這個現象 我叫丹基麥 我是建議 因為你讓他扭開就沒刺激了 酸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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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 這樣韓國瑜的現象會英雄台南 把選戰弄成這樣 很low好不好 兩方的選情就是看 這個照片是不是假的 人數夠不夠多嗎 怎麼會這麼幼稚 而且第一個 你先把人家活動還沒開場的空椅子 先照給人家看 我跟你講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其實常常就是在競選的時候 就有人會故意在對手 人都還沒到的時候先PO 比如說白色正義聯盟 有一次在辦支持慰安婦的活動的時候 那個民地腦的人也來拍 說你看都沒有人吧 好丟臉喔 根本就沒有人要來支持 所用的手法都是一模一樣的 第二點人家說 人前手牽手 背後下毒手 我從管媽這樣的舉動來看 我就覺得大臣艦隊 可以改成沉默的臣 如果繼續用這個食人小組 對不對 繼續用這個東廠的側翼 食人小組繼續來幫 陳其邁的話 我覺得陳其邁的選情 已經不是圍其兩個字可以形容了 怎麼會用這麼幼稚 你真的是要幫他嗎 還是你已經赤裸裸的 你們之前選舉的恩怨 你是用這種表面幫忙 然後其實是在下毒手的方式 在幫陳其邁 我真的很懷疑 因為他們很多的選前的恩怨 是不是真的選後 現在已經能夠 明天老有一個優點 我必須講 王世堅議員在這裡 我公開稱讚民進黨 民進黨就是一個 很會團結的政黨 所以他們上來就是 很會團結對外 把敵人打倒以後 再一起分肉 這是民進黨上來的傳統 可是在今天中央執政 這麼不堪的情況下 還能不能維持這樣優良的傳統 我是很好奇 我覺得你弄了一個十個人 到底有什麼意義 成如我們剛剛兩位 前面先進所講 你的目的不過是 半夜吹口哨壯膽 如果陳其邁真的很強 就如同他先前的 這個陳菊一樣強的時候 需要搞一個十人小組 來撐場面嗎 而且你的十人小組裡面的成員 我不客氣的講 裡面大有這個東廠的側翼 對不對 大有裡面的這個什麼 總召集人是不是 曾經講過什麼扯鈴是 中國統戰文化對不對 都講出這麼光怪陸離 這麼離奇的話 讓大家笑得半死說 你這個話比扯鈴還扯 都是找這樣子的人 來當你的競選團隊的時候 我真的替陳其邁捏一把冷汗 會不會這團隊不來還好 一來你從領先了2到3% 變成落後2到3% 我認為是大有可能性 更不要講 裡面其實還可以封一個 武術指導有沒有 不只是總召集人 還有武術指導邱毅營有沒有 裡面可以招這個 陳其邁在什麼樣的情況下 可以去踢門 可以去甩人家耳光 這裡面真是人才技技 我必須這樣講 所以我覺得是不是 今天為什麼整個團隊要出來 尤其是劉士芳領銜 劉士芳是誰的人 我想大家都非常清楚 今天整個團 花媽的分身來總召集 對 更好笑的是 還請了陳水扁 擔任榮譽主任委員 然後一邊說要捍衛城市的光榮 我就不知道陳水扁跟這個 榮譽還有光榮這兩個字 怎麼能夠扯上關係 高雄的選舉 一定陳其邁要把它變成 是一場貪二代 挺貪二代的選舉 貪二代挺貪二代還不夠 貪一代現在都要自己下場 來涉入這場選舉 來當榮譽主任委員 你還想選得下去嗎 我真的覺得 我非常樂見 陳其邁繼續 繼續就用這樣子的步驟 繼續選下去 還說全面為高雄政績進行辯護 立委要陸續上節目 請問現在立委沒有上節目嗎 民進黨都沒有人幫他辯護嗎 是你靠著兩張嘴皮子 你真的把高雄的智商 想得很低 第一個管貝林說 就用這種假新聞的方式 所以他現在聲勢才這麼高 你這句話變相的意思是什麼 你變相的意思就是說 高雄鄉親你們智商很低 你們就用這個對不對 你們就用這種假紳士 假新聞給騙過去了 然後讓韓國瑜的選情步步看漲 是這樣的意思嗎 講到假新聞這個部分 不要講說你是不是 靠這個貪一帶來相挺 你這個完全是反效果 假新聞誰是十足 我再提一遍 太多的記憶了吧 走路攻抓到了 對不對 還要再提一下嗎 什麼非常光碟 好多好多的部署 假新聞是誰是祖師爺 今天你們當祖師爺的人 還要反過來指責別人 我覺得韓國瑜這樣很好 冷冷清清 孤零零 我就靠我自己 我韓國瑜自己的魅力就夠了 不需要你們一大堆的人 站在旁邊陪襯 充其量也不過是半夜吹口哨 壯膽的角色 真的對他選情有什麼幫助嗎 對不起 我再補一句 為什麼要劉士芳 為什麼話媽下場 我充分 我合理的質疑 高雄有那麼多5000個洞 也可能有5000筆爛帳 非常害怕一旦政黨輪替的時候 這5000筆甚至更多筆的爛帳 會在政黨輪替以後 全部被翻出來 這就是為什麼陳菊 劉士芳 今天一定要跳進正常選戰 不管他們在之前 跟陳其邁有多少過節 現在是保衛這些爛帳 那些弊端 不要被掀出來的時候 這才是最重要的 看到王議員還有管委員 這樣群起攻韓國瑜 其實我滿高興的 因為人家說 感情裡面不被愛的是第三者 選戰裡面不被K的是 落選的那一個 所以你們這樣打他 我其實要替韓國瑜 謝謝你們這樣揍他 說實在的 陳其邁被K更多 有嗎 有 陳其邁 所以你意思說很樂觀 很樂觀就不會變成 他不是說網路上 韓國瑜的人群是 陳其邁的五倍嗎 我擔心是你們自己人打他 但是我建議韓國瑜陣營 不能對管媽的指控等閒視之 因為說到假這一門學問 2010年審陸生三法的時候 當時這個官委員 也不在衝突的熱區裡面 進台大醫院之前也好好的 可是出來脖子就帶了一個護警 而且一帶好幾個月 所以說到假這一門險學 我認為官委員的意見 有必要好好的認真看待 這是我對他這個椅子 這件事情的看法 剛剛您說到這個 大家回攻陳其邁 其實也不是 你們自己不要漏洞百出的話 大家也不會想這麼攻擊他 說實在 民進黨作為一個在高雄 執政20年的政黨 要打一場選戰 應該是選戰開始之前 精銳進出 什麼好料通通都端上來 怎麼會46天之前突然 露出了一個總幹事群 我認為陳其邁其實也滿慘的 他嘴巴上面說這個 很樂觀 其實身體是滿誠實的 說實在我覺得他要請出這些人 他大概自己也不太願意 為什麼 大家應該印象都很深刻 當初這個高雄市長初選的時候 除了每個人都把他當成初選 當大選在打 因為初選過了 好像就一定會贏 因為民進黨長期以來 就是把高雄當成囊中物 所以初選不只是 每個人瘋狂大撒幣 而且還是刀刀劍骨 當時每一個選民 也被迫接受了 你們民進黨那些參選人的黑歷史 不是一個一個都挖出來了嗎 劉志芳不是被人家說什麼 花兩億去掛看板 後來還很委屈 最後乾脆就不選了 這些事情 大家都還記在腦子裡面 選民又不傻 怎麼可能幾個月前的事情 都忘了一乾二淨 你現在要出來演一個 合家安康大和喜樂大團結的畫面 誰相信 我說實在的 這些人通通排出來之後 如果還是救不了陳其邁 他也不能去怪這些人 因為你認真想想 他有認真去在乎其他的人嗎 初選過了之後 他有認真想要去修補這個裂痕嗎 很顯然是沒有 如果有的話 怎麼會到現在這個部隊才出來 有一個說法是這樣 陳其邁2005年代理市長的時候 那時候他就已經算著 2006年要參選 可是很不幸因為高潔的必案 還有他父親陳哲男 這個司法黃牛的事情 所以一等等了12年 現在他終於要出來了 大家沒有想到是這樣的局面 他自己大概也很傻眼 剛剛像大佬講的 你現在一字排開 跑了一個什麼八個執行長 十個督導 現在來分工還來得及嗎 我認為這個陣仗只有一個功能 就是拍看板的時候 可以拉這麼長 因為有十幾個人 一字排開 有那個陣 全景效果 對 全景效果 除此之外 我是看不太到其他的效果 其實館廠以前 也跟侯友宜有合體過 那一場就是還滿轟動的 我覺得館廠是一個 說話直來直往的人 在網路上大家都非常喜歡他 這也現在也是 現在一般年輕人 非常喜歡這種鬼靠 我相信他跟韓國瑜這種講話 很有魅力的激盪起火花 應該是滿精采可期的 我想要回應一下 剛剛管媽所PO的那些照片 我覺得現在民進黨 好像全黨上下陷入一種焦慮 非常害怕韓國瑜的氣勢 遠遠超過陳其邁 其實這種類似的做法 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我印象中之前韓國瑜 在美農辦了一個客家的後援會 當時其實人也滿多的 但是民進黨就故意說 韓國瑜用了一張 別的場合的照片 移花接木 什麼直銷大會 直銷大會 然後就說你看他就人很少 才要用直銷大會的照片 來移花接木 但是實際上 韓國瑜在那一場 美農後援會的人山人海 他從外面跑到會場 幾乎是萬人空巷 大家一喊動算 所以他根本就不需要用假照片 他就可以 本身氣勢就是非常強 但民進黨為什麼 故意這樣講 因為他非常害怕說 大家都感覺到 韓國瑜的氣勢起來了 而且民調的幾個民調做出來 在媒體的民調 韓國瑜都跟陳情報 已經打成平手 打成平手不是重點 重點是本來的民調 韓國瑜是輸給陳情報很多 但是他是節節往上 所以大家民調害怕的是死亡交叉 這一點在同一個時間 四年前 國民黨的楊秋新跟民黨陳菊 根本就沒有辦法相提並亂 那時候陳菊的民調贏 楊秋新是2 30% 所以民進黨現在焦慮是在這邊 管碧琳他才會想說 好 我就說出你的銳氣好了 我故意說你是假的 其實你氣勢沒有那麼強 你其實是弱的 但其實這是一種頭腦心態 人家就是已經往上了 你這樣PO 難道大家又看不到 韓國瑜越來越厲害嗎 而且我們從民進黨很多做法 可以看出來 民進黨真的非常害怕 因為現在滿街都是在罵 韓國瑜的東西 什麼投給韓國瑜 就是投給習近平 一直在罵韓國瑜 無形當中也是 其實也是助長韓國瑜氣勢 為什麼 因為我們常常講說 在選舉上面有一個叫 領先者策略 一般是說 假設我今天是領先情況之下 他就不理落後者 你怎麼打我 我都當作沒聽到 我不要去跟你對機器火花 幫你拉抬 可是現在民進黨反過來 一直攻打韓國瑜 代表什麼 韓國瑜自己也講 好像現在我是已經領先很多 什麼民進黨 全黨上下都在打我 花媽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他是全國舉在 六都第一名最多的 他舉債2600億 以前我們看到 新北市的蘇貞昌 最喜歡酸新北市政府 說新北市政府舉債很高 可是這樣的新聞 每次在網路上一PO出來 網友們通通都不領情 網友們就會立刻就留言 就會說花媽又被打臉了 又屌打花媽等等 所以代表說 年輕人其實對於 陳菊在高雄的執政 是非常非常非常不滿意 韓國瑜最近 因為他沒有錢人關係 所以很多網友都主動幫他 製作文宣 像最近有一支網路的影片 就是針對北漂青年的 然後有一個 他配了張信哲的一首歌 我想回家 親愛的小孩 親愛的小孩 那個影片已經有十幾萬人看 而且他的標題叫 看了很難不掉淚 幾乎看了兩分鐘掉淚 他充分的把 北漂青年的心聲反映出來 呼籲大家只有325公里 從高雄到台北 只有325公里 高鐵票只有1400塊 一定要回高雄投票 這支影片在網路上 引起很大的迴響 代表說現在民進黨的執政 已經在年輕人心目當中 已經不得人心了 所以我相信 陳志翰跟韓國瑜 這個影片這樣下去 我覺得年輕人會真的 真的會非常支持韓國瑜 besides 一段時間 公費 對 吃 6